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这个开发版的资源描述 那么对于我们讲解的这里讲解的开发版的话 就目前而言主要是我们正典原子的探索者STM32开发版 那么今天的话我会对他的这个资源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要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参考资料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视频讲解的内容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开发指南的这个第一第二章都有对这个开发版的资源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从事对于这个在这个探索者的原理图里面 那么当然原理图里面就是对着所有资源的这个硬件连接 那么在这个原理图里面都可以找到 首先我们来教大家来打开一下 那么探索者的配合学习教程这个开发指南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这里我已经给大家打开了 在这个第一章第二章 那么有对这个硬件资源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 然后这个原理图的话就在我们这个第三个文件夹下面 那么在这里Explorer开头的就是探索者的原理图 那么这个后面根据不同的版本 那么就我们探索者而言 那么我们后面即使进行一些改版 那么也不会对硬件进行一个非常大的改版 尤其是对这个硬件连接 比如说某个资源连接哪个L口 那么基本上后面都不会改 改的话可能是一些外观的调整 那么首先大家这里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探索者的外观 这个的话是我们唯一的探索者的外观 那么后面可能我们会对这个探索者的这个 有可能会加一些什么亚克力版 这些也是后面的一些事情暂时还没有 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我们探索者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这些资源都有什么作用 那么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讲要的介绍 那么这个资源图的话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图 那么这个图的话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这个硬件资源说明这里有这样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的话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一看 我们来对照这个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介绍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左上端 然后逆时针来给大家来介绍 那么大致的分数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一点的这个接口和芯片 那么首先的话肯定就是我们这个主芯片 这是我们的主芯片 也是这个最大的144银角的这个芯片 那么就是探索者的主芯片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STM32F407ZGT6 ZGT6 那么这里大家要记住这个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的话它是一兆的flash 它具有一兆的flash 那么这里的话是这个Srain 外扣的Srain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等一下讲解的这个 我这里还先说明一下 我讲解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下面 就是在我们这个图片的下面 实际上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芯片 那么它的flash是有一兆 然后它片上的Srain是有192K 那么对于我们这里外扩的这个Srain 那么Srain的话 它的作用是可以进行快速的存储 那么Srain的话 我们这里也写了 那么它是一兆字节 一兆字节 那么它是八兆的bit 就是bit 一兆字节 大家要注意 那么所以我们下面图片 也有对这个整个下面的描述 有对整个开发板的资源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这两个的话 是开发板上最重要 也可以说是最贵的两个芯片 然后的话 很重要的就是这里 是我们的液晶接口 液晶接口 那么我们正点原子的液晶 就是它在这里 那么它是与这个主芯片的这些相关的影角 尤其是这个FSMC 那么相连 然后对于这个左边和右边的话 有两排排针 那么这些排针的话 就是把这个芯片的影角连出来 那么连出来的好处的话 就是方便大家 在自己连接一些外部器线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路绑线 或者用排线连接到这两排的影角 然后这里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接口 那么一个的话 是我们这里的Jtag接口 Jtag接口就是调试接口 那么调试接口的话 大家就可以连接 用这个排线连接到你的Jtag 那么这里的话 Jtag的话除了可以调试 那么它还可以下载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 两个迷你USB口 还有一个大的这个USB口 那么这几个USB口 是什么作用呢 这里我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最下面的话 就是USB转窜口 转出来的这个USB口 那么它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窜口 大家可以看这里 实际上有CH340的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的作用 就是把USB信号的窜口 信号之间互相转换 那么它这部分电路 它会连接到我们芯片的窜口1 通过这个这里的挑线帽连接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窜口 这个USB口当窜口来用 那么它即可默认 因为它连接到的是这个窜口1 所以它可以用来下载 也可以用来做什么 也可以用来做窜口使用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USB 3的USB口 那么这个USB口的话 那么是你直接插这个 这个下面的USB窜口 你是要装CH340驱动才可以 那么中间的这个USB口 它是USB325 那么它是USB通信功能的USB口 那么你直接把USB线连接到这里 你默认情况下 你会发现 它是会 你的电脑会显示 无法识别这个USB口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整个芯片 需要开启这个USB相关 325相关的功能 你才能识别成一个USB口 那么这个最上面的 这个大的USB口 那么是USBhost 也是OTG的这样一个功能的USB口 那么在这里 我们主要用这个USB口 在我们实验里面 主要用来插U盘 那么这三个USB口 我这里着重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接下来 我这里还要讲解几个 比较重要的接口的是 我们这里的一个 一个是电源接口 那么电源接口的话 电源适配器接口 那么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6到16V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个6到16V的电源 适配器接到这里 给整个板子供电 同时的话 你如果说板子的功耗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你可以直接插USB线 连接到电脑 直接给开发板供电 那么这两个USB口都可以供电 这里大家要注意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我们叫ATK模块接口 就是我们ATK的这个模块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的话 可以接很多个 很多种 因为我们正典原子的很多模块 都是直接设计成这个接口 标准的接口 比如说我们的蓝牙模块 我们可以插这里来驱动 我们的GPS模块 我们也可以插这里 那么这里 我们很多模块都会跟这个接口 来进行一个适配 方便大家学习和调试 那么我在这里 我把几个比较重要的接口 给大家讲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从逆时针 把其他的一些资源 给大家来 没有讲解到的资源 重要的资源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那么这个左上角的话 就是这个无线模块接口 那么无线模块的话 我们这里是NRF24L01 那么是2.4G的无线模块接口 那么比如说 你要两个板子进行无线通信 用2.4G的NRF24L01 那么你就可以接这个接口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背面 这个板子背面的图 我这里没有拿出来 那么大家拿到开发板 就会知道 在我们板子的背面 会有SD卡接口 那么你插 直接从这里插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芯片 就是我们片上扩展的 这个128兆位 也就是128兆位的 这样的一个片上的SPI Flash 在这里 那么它实际上 我们是用的W25Q128 那么它除以8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16兆字节 这样的一个片上比较大的 SPI Flash 然后的话 对于其他的这个跳线帽 我这里就不详细的讲解 像这些跳线帽的话 在我们这个相应的 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 有对这些跳线帽进行强解 同时大家在学每一个实验的时候 那么这些跳线帽应该怎样连接 那么我们也会在实验里面 在我们的开发指南里面 硬件连接部分 也有给大家来讲解 那么我们主要讲解的是 这些接口 然后这个左下方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的 OLED和摄像头模块接口 那么OLED的话 我们可以插在这个上面 来驱动我们默认的代码 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 就是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接口 我们有提供代码的话 是这个200万像素的 OLED2640的摄像头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比如说刷摄像头实验 或者综合实验 那么你需要把摄像头连接到这里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封明器 封明器的话 这个很好理解 这边是我们的光明电阻 在这里 然后这些小基建这里 还有一个红外遥控器 这三个就是一些板上配置的一些传感器 然后这里有一个四个角的 我们这个四个角的一个母排座 那这个大家要注意 我们这个是可以插DS18B20温度传感器 和DHT11温湿度传感器 这里是可以插这两个的 那么具体的硬件连接 怎么来连 那么大家可以看相应的 我们这个开发指南里面 相应的实验的硬件连接部分 然后这里我们有两个红绿 两个LED灯 那么它是连接到IO口 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有五个按键 那么这五个按键的话 最左边这个是复位 就是复位的按键 你按一下 整个开发板就复位了 然后这个旁边有四个按键 那么这是四个功能按键 就是连接到了芯片的IO口功能按键 然后这里有两个跳线帽 这两个跳线帽 我要着重的讲解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跳线帽是这个开发板的 这个芯片的这个启动模式 选择的这个跳线帽 那么这个跳线帽 大家注意 在我们正常使用的时候 这个B0和B1 叫Boot0和Boot1 那么默认都是连接的 那么你不要轻易去改变 因为我们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有一键下载 所以你一般情况下 你都不需要去 拨动这两个跳线帽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 那么这个logo目前有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探索板的话 不管怎么变 这个右下角都是logo 那么这个logo 除了是一个图片 logo之外 它还实际上 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触摸按键 这实际上是一个触摸按钮 那么对于我们做这个 电容触摸按键实验 那么你是可以直接去摸 摸这个图片 它是感应你的手指的 按下的动作 然后在于我们综合实验里面 有很多界面的返回 实际上就像这个手机里面的home键一样 我们界面的返回 都可以直接用手指来摸一下这个 那么它就达到一个返回的作用 就在我们综合测试实验里面 然后我们继续逆时针来转 然后这里 右下角这里有一个LED灯 那么这个LED灯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电源指示灯 我们插了 给开发板供电子后 那么它会指示 有个指示 然后这边是一个多功能的端口 那么在我们相应的实验上有讲解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录音输入接口 一个是耳机输出接口 那么这里的话 一般就插像我们的这样的耳机接口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录音 那么我们就插录音的这个输入接口 如果我们要听MP3 那么我们就接这个耳机的输出接口 这里就是它对这里还有一个密头 大家要注意 那么对于这些芯片的话 像这什么MPO6050 12053 这些芯片的话 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开发板上 看这个芯片 上面有标注它的型号 然后的话 我们这里 这个芯片就是24C02了 这个片上的 这个我刚才讲了 是这个扩展模块 然后这里 我还有着重讲的是 这里有起排排针 那么这个排针的话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可以做输出 一个是可以做输入 比如说我们开发板已经供电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有5V和3.3V的电源输入输出接口 那么如果说你已经给开发板供电了 你现在外部需要去连接要用到开发板上的5V 那么你可以连接到这个上面的 这里有个5V 那么这一排三个都是5V 那么与它对应的就三个D 方便大家连接 然后如果你要输出3.3V 那么这里就有3.3V 三个排针 那么它上面对应的就是三个D 那么如果说我们开发板 我们开发板没有其他的电 我们想从外面引入 不用电源 而是通过外面的引脚 外面的排针通过一些线来引 那么我们也可以作为输入 比如说我们要输入5.5V给开发板供电 那么我们可以连接这个端口 是这样的 然后整个开发板的电源开关 就在这个右上角在这里 电源开关 那么我们把这个方向 就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看最上面 那么最上面的话 也是一些比较非常重要的接口 那么这个右上 这里是485接口 485接口旁边 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接口 网络接口 然后就是我们的 这里是我们的窜口 两个窜口 那么这两个窜口 一个是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 方便大家连接外部的窜口设备 然后这个上面 我们也有引出一排排针 也是引到这个相应的L口 然后这个最左边 就是这个4810的接口 看的接口 那么对于这个 整个开发板的这个 硬件资源 我给大家 刚才六月的讲解了一下 同时这里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扭扣电池 我们开发板发货的时候 一般都会提供 那么这个电池并不是给开发板 来供电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纽扣电池的功率是很小的 那么它是给这个后备 它叫后备电池 后备电池接口 提供了一个后备电池 那么它是给开发板的什么 看门口RTC来供电的 RTC来供电的 以及它的后备区域 然后这里就有两个金正 两个金正 那么一个是8兆的金正 那么这个金正的话 它会产生这个最终这个系统 我们默认情况下 系统时钟 就是产用着这个外部发货金正 来进行备屏来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32.768kHz的金正 那么这个金正叫低速的外部金正 那么它主要是给这个 新变的RTC来提供时钟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金正 那么这个金正 是CG340电路的金正 这里大家要注意 那么对于其他的 这个电路 大部分我在这里 都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对于详细的部分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 下面的资源板 在资源描述 那么也可以去了解 那么同时 我们在这里 把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些接口也好 或者说资源好 我在这个资源描述这里 我还给大家稍微的提一下 首先芯片的话 我们是407Z7T6 那么大家要注意 它是144银角 片上flash是1兆 SRain是192K 这个是低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外扩的SRain 那么它是1兆字节 外扩的SPI Flash 是16兆字节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片上存储 和外扩的一些存储器 然后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的话 就是一些状态指示灯 那么电源指示灯 然后还有两个状态指示灯 然后再就是一些接口 红外 比如说我们板上 有红外接收头 同时我们配了 红外遥控器 那么还有E4Lone芯片 那么这里 对于探索板的话 我们片上有配置 这个6轴的传感器芯片 那么它是具有 陀螺仪和加速度的功能 那么我们是配的6050 然后我们有一个高性能的 一个音频编解码的芯片 那么我们这个是用的 WM8978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开发板就具备这个 录音和播放音乐的 这样一个功能 比如说播放MP3 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对于一些通信接口 我们这里也是很丰富的 大家可以看 我们在这里有 2.4G的接口 刚才讲了 有KAN接口 我们采用的是 TGA1050的芯片 有485通信接口 采用的是SP3485 然后还有我们的 这个ATK模块的接口 那么我们是可以支持 目前的蓝牙和GPS 都可以连接到这里 那么我们还有 相应的一些模块接口 摄像头 OLED 那么我们这里都有 同时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液晶接口 我们的这个液晶接口 实际上是直接支持 我们目前所有的 2.8 3.5 4.3 和7寸屏 都可以插这样 同样一个接口 然后这里还有USB 那么USB我刚才讲了 有三个 一个是用的USB串口 一个是USB 重机通信的 USB是内部 还有一个USB 主机通信的 那么这三个接口 都放在这里 那么下载用的是 最下面的这一个 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是USB 然后我们版载有 摆造的以太网接口 RJ45 那么摆造以太网的话 就在我们这里 那么我们开发版 有配有这个 以太网实验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 LWIP这个协议 那么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我们背面 有SD卡接口 有SD卡接口 然后我们还可以 我们可以录音 有粒粒声输入 输出这些接口 刚才我们都已经讲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开发版的一些 比较关键的一些资源 那么在这个下面 我们这个手册下面 也有很详细的讲解 那么同时 在我们这个手册 这个1.2节里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对于每一个资源 我们都有一个详细的描述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花了很大的篇幅 去对这个资源 进行一个描述 比如说 就哪怕是最简单的 我们的这个20302 一方Plon 这个芯片 我们在这里 也给大家来介绍 它的容量 那么它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 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包括这个主芯片 在这里 我们都有讲解 大家可以看 我们主芯片 它有哪些资源 我们甚至在这里 都给大家讲了 所以大家要对 我们这个硬件连接 有一个很熟练的掌握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那么除了看 我们这个图之外 那么还要看 我们这个下面的描述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 在这里 第一章 我们只是对这个实验平台的硬件资源 我们是描述 我们告诉你 它是什么东西 那么在第二章 我们有讲解这个 实验平台硬件资源 叫详细 详解 叫详细的讲解 那么在这个详细的讲解里面 那么它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资源 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包括一些接口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六轴加速度传感器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不但要告诉你 我们在这个上面 有六轴加速度传感器 那么我们在这个详解里面 我们还把它的电路图 列出来给大家 同时我们在这个图 还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USB窗口 这个图 图纸是怎么样的 那么它的功能 以及运作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我们这个开发资源详解这里 那么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那么在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 这个三十几个资源 我们在这里 都给大家一一的讲解 那估计得花几个小时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手册 讲解已经非常详细了 所以我这个视频的话 主要是给大家 大概的介绍一下 这个开发版的资源 那么对于这个详细的电路 我希望大家回过头来 看一看我们这个开发版的手册 那么这个手册里面 已经非常详细了 那么我们还有2.2小节 就是叫做我们开发版 使用过程中一些注意事项 那么注意事项的话 我在这里也简样的 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了 我们有一个USB22口 就是用来下载的 这个在我们前面 这个资源说明 这个上面有说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左下方 最下面的这样一个USB口 那么大家在插这个USB口之后 你会发现你直接插 如果你没装驱动 它会无法识别 同时如果你的开发版 已经比如说刷了某一个实验 重合测试实验 那么你再去插这个USB口 你会发现 比如说液晶实验 那么它的液晶会散三次 散几次 那么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由于一键下载电路 它的这个连接损肩 损肩的话就有干扰 那么它会导致这个信号的不稳定 那么这个是一键下载电路导致的 所以这个也是开发版 设计的时候 就也就 这个应该说不能算遗留的问题 它是由它的原理决定它 你如果要用一键下载 就肯定会这样 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你使用开发 都没有什么影响 这里大家要注意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提醒的是 每一个USB口 对于你电脑如果说是标准的 又是非常标准的 那么它最多提供的也只有500毫安的电流 5V 那么尤其是一些笔记本电脑 可能还没有500毫安 可能只有200多毫安 那么所以你对开发版 如果说要求它的功率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接一个7寸的电容屏 或者4.3寸的电容屏 然后把很多外设都打开 也就是说它的负载很多 那么这样的话 500毫安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独立电源 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插上这个独立的电源 那么它的这个接口的话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在这里的这个接口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JTAG接口 那么JTAG接口就是我们这里 之前讲了这个接口 那么我们标准的话 是插我们这个JTAG接口的话 是插我们这个 20PIN 2.54间距的这个排线 那么一般情况下 因为JTAG接口 实际上它是支持两种调试方法 一种是JTAG 一种是SWD 那么对于这种两种调试方法 这个所要用的引脚 在我们后面的视频里面 我们会我们有讲解 那么在这里 因为SWD速度也比较快 同时它用的引脚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推荐的是用SWD模式 那么用哪一种模式 是在我们的软件MDK里面配置的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开发版 有引出了很多个IOU口 有引出了在这个开发版图里面 我们说了 我们有在这里左右 然后还有上边 我们都引出了这个排针 那么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你要用某些排针 要用某些引脚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保证这些 你要去先看原理图 看原理图 确定我们这个引脚 已经在我们开发版是连接了什么 已经是连接了什么 否则你可能连接到一个 比如说风鸣器的引脚 你又把它出 你想在这个引脚上面输出一个什么电瓶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风鸣器在这里一直叫 那么你要去分析为什么叫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要去熟悉这个电路图 第五个的话 开发版的跳蟹帽 跳蟹帽是比较多的 跳蟹帽比较多 那么你在使用某个功能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检查跳蟹帽 是不是设置对 那么一般情况下你使用了之后 你使用某个功能 你可能会改变这个跳蟹帽的连接 那么你在使用之后 一般情况下你都要把跳蟹帽恢复 使用之前的状态 同时你在使用每一个实验 或者功能的时候 在我们实验开发指南 大家可以看 在我们每一个实验 我们都有一个硬件 第二小节我们都有一个硬件 设计部分都有讲解 这些硬件或者跳蟹帽怎么来连 大家要注意 第六个就是我们插上液晶 很多同学就会问 我这个液晶插上去之后 没有显示 或者说显示白屏 那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 你的液晶显不显示 实际上是由你的代码来决定的 比如说有些同学看到我们实验手册 做了一个第一个什么打印 怎样这样的一个代码下载的开发板 然后告诉我板上已有的这个显示不显示了 是不是我的开发板坏了或者说我的液晶坏了 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你开发板驱动了液晶 它才显示 你刷一个跑马灯 你刷一个风鸣器实验 我们这个实验代码里面根本就没有让液晶显示 它怎么会显示呢 对不对 那么你刷液晶实验 那么它肯定会显示 这样 如果你刷液晶实验 它不显示 那么要么你的液晶坏了 要么你的板子坏了 要么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USB slave和USB host 空用一个USB口 那么它们不可以同时使用 这里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前面讲解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USB功能口 那么它们用的是同样一个 那么这里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种 那么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设备是用的大的口 比如说我们这个U盘 那么大家连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这个开发版的硬件连接 由于我们这个实验手册开发指南里面 讲解非常详细 并且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只是花简短的时间 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那么对于详细的介绍 我希望大家回过头来 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发指南 如果你要对硬件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那么这个开发指南里面 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那么对于这个今天的视频的话 我就在这里就对这个资源介绍 就不做太多过详细的讲解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有不懂的 我希望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册 或者咨询一下我们在我们论坛里面 或者我们旺旺咨询我们团队 我们会给你来解答你所有的提问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